移到這裡來 三方面都被工廠包了 它不是只有一個風箱會污染 它是全面性的會污染 曬那個蘿蔔乾要有青色的 要有黃色的 好像我們的那個回皂粉 小小粒小小粒這樣 桃園觀音的樹林新村 被工業區重重包圍 住宅與工廠只有一槍之隔 距離不到10公尺 民國71年 政府開發觀音工業區 強制徵收居民土地 田地轉眼成為 一座座巨大的化工廠 而樹林裡辦公室資料顯示 近8年居民離愛死亡率高達77% 讓當地居民大嘆 這裡就像是哀政村 蘋果新聞網對該地展開空屋調查 於去年10月在當地住宅 架設空氣檢測儀 檢驗空氣中到底存在哪些污染物質 經過一個月的監測後成果出爐 我們資料儀器的監測 基本上有七種的一個氣體 包含了甲酸 乙酸 氨 還有氯氣 還有氧酸根 瘤酸根 跟酵酸根 甲酸 乙酸根 基本上是比較便宜化工製程所產出 這很顯然就是離工業區比較近的地方 這氣桶驗出來的氣體 它本身是有腐蝕性的 有些民眾他吸到這種工業的氣體 會刺激他的呼吸道 搞不好咳嗽 熊悶 呼吸不舒服 可能會誘發氣喘的發作 蘋果所量測到的各項氣體濃度 隨動在環保局所設標準之下 但與逐日的PM2.5數值一同做比對 仍有所相關 PM2.5 跟瘤酸鹽 跟鞍鹽 剛好都是禮拜四跟禮拜五 PM2.5 是跟阿摩尼亞 跟薩菲有 相對高大概0.6 到0.7 相關的程度 PM2.5 它主要的一個來源方位 大概是西方跟西北方 占13%左右 這個來源有可能就是 平工廠的排放是比較有可能 工業區旁的化學污染 遠高於一般居住環境 以時認為居民長期吸入 仍將對身體產生嚴重危害 我可以說他們就是已經跟死神為伴 這種環境下死亡對他們來說是很寧靜的 因為你慢性這種有毒化而物的刺激之下 你的細胞等於是反覆地被破壞修復 這樣在破壞修復的過程中 就會引起我們基因被損傷 所以這種環境下 離藝藍的比例會特別高 空污常發生在一瞬間 想要精準抓到污染源 需耗費大量的時間跟金錢 面對這些工業污染物 居民只能繼續忍氣吞聲 這個就是每個月一百多萬的一個投資成本 當然還是希望政府單位 能夠在比較重要的工業區周邊能夠設置 透過這種監測來把標準更嚴格 來保障林地居民或一般大眾的一個健康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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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